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财经频道 今天 重点介绍一支下了车就在南上的神仙股 C Limited 先来看几个数据 过去的一年半 该股价翻了十倍 过去的六个月之内 C的股价翻了三倍 同时 这个公司上个月没有太多要分享的新闻 也没有炒作 但该股票继续大幅上涨 对于这只股票的问题是铺天开地 天天有人追着问 终于在周末 可以有时间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同时 给出如何在同一领域里比较悬固 我选取了同样是超级大热门的 拉丁美洲独一无二的电商独角兽 美卡多进行比较 视频的最后我们轻松一下 一起八卦一下 至于内容嘛 看到最后才能知道咯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C Limited 中文可以翻译成为海洋互联网公司 股票代码 SE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发现 C是东南亚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也是东南亚唯一一家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互联网公司 去年 公司的收入增长了100%以上 今年 因为远离社交和在家里花费更多的时间 导致在线游戏和电子商务的增长强劲 公司拥有三条主要业务线 包括Garena游戏平台 Shopping移动电子商务服务 和Airpay金融技术和移动数字支付 首先 我们先来看Garena游戏平台业务 它的第一款自产视频游戏 Free Fire 是去年在手机上下载的第一名 由于腾讯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SEE对腾讯的视频游戏拥有优先权 他们之间签署了一份有效期到2023年的游戏优先权协议 像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等游戏 在东南亚的代理商就是SEE 公司的视频游戏在拉丁美洲和印度也蓬勃发展 2019年 Free Fire 位列拉美畅销游戏榜首 今年 这家公司的游戏正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地区开始流行 在5月份的第一季度报告中 Garena品牌的游戏娱乐销售额增长了30% 接下来 我们来看公司的第二大业务 Shopping移动电子商务服务 最新数据显示 其越火和总使用市场在东南亚和台湾市场都排在第一位 包括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以及台湾 其下载量在东南亚和台湾市场排在第一位 在全球购物类APP榜单里排名前五 正如我们在亚马逊和京东上所看到的那样 疫情大流行促进了电子商务的使用和业务的增长 其电子商务部门的五月份的第一季度报告中 公布了同比收入增长74% 此外 与美国相比 东南亚的经济能更快地恢复增长 考虑到该公司可能为该地区提供服务的庞大潜在市场 C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取得更大的增长 最新消息 Shopping义乌运营中心正式启用 提供面对面运营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 从去年起 Shopping开始积极开辟新市场 巴西市场作为拉丁美洲的前哨站 帮助公司探索拉美市场业务 同时带动公司辐射市场规模提升 在2019年四季度 Sea推出了Sea Money作为数字金融业务的总品牌 对标的是蚂蚁金服务 目前旗下包括Airpay Shopie Pay Shopie Pay Later等 提供电子钱包 支付 信贷等一系列数字金融服务 目前 Shopie Pay和Airpay发展态势依然良好 在中国和亚洲大部分地区 这些国家已经跳过了西方所见的金融发展的几个阶段 他们已经从现金中转移出来 跳过了支票和信用卡 现在用手机来支付大部分费用 尽管Sea的金融业务收入仍然很小 但Sea在该地区最大的市场 印度尼西亚的电子商务销售额中 有40%是由自己的金融部门完成的 此外 该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这表明其监管环境良好 更加容易国际化 综上所述 Sea公司具有的强大扩展潜力 同时各个业务都可以彼此增强 从而提供竞争优势 在互联网行业 先手有像Sea这样的集合电商 游戏 移动支付的公司 任何一个业务都已经诞生不少互联网巨头 所以 如果把它的业务进行拆分估值 那么潜力将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 在东南亚 Sea还有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 如Lazada和Grab 但所辐射的市场非常广大 所以总的来说目前还不足为虑 最大的缺点就是 这不是一只便宜的股票 同时 收益和现金流量却为负数 Sea开拓市场的模式和拼多多有些类似 疯狂补贴发福利 烧钱开拓市场的行为 注定了这类公司在坐稳地位 且真正盈利之前 融到的现金会像冰块一样 融化在市场的阳光下 由于腾讯是它的最大股东 从根本上保证了公司的 这种烧钱模式的可行性 同时 Sea正在扩展其用户群 并随着脚踏实地追逐收入的增长 从而在将来某一个时刻 实现获利了结 不过 这给公司的管理层 带来了非常苛刻的要求 每一个决策必须准确无误 一旦在某个业务上估计不足 遭受到损失 股价的下调也会是非常剧烈的 看了公司的财务报表 肯定有人要问 这48倍的PB科学吗 的确 它的PB曲线 和我最近介绍的几只股票一样 十分丑陋 不过 也许投资成长股市 更需要想的是 你是否愿意拥抱这个增长逻辑 相信这个美好的故事 而不是让一个数字不下的遗震 令你却步不前 当然了 今年牛股太多了 有一种捡钱的感觉 但也很容易让人丢了西瓜 捡起来芝麻 要冷静思考一下 谁的空间更大 谁的确定性更强 说到这里 我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何比较选股 之前 就有人问了另一家新崛起的阿根廷电商 梅卡多 股票代码MELI 这家公司是拉丁美洲的电商与数字金融龙头 CE Limited则是东南亚电商与线上游戏的龙头 是数字金融的新星 两家公司的市值几乎都是500亿美元 市场比较 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都是发展中国家 拥有几乎相同的6亿的人口规模 初看之下 两家公司的每股收益都是负值 虽然梅卡多在每股净资产和PB要好上许多 但是 我个人更加注重经营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张视频贴图 总的来说 CE目前在总营收上胜过梅卡多 除了稳定且获利加的游戏平台外 其电商平台的优势比梅卡多还高 而数字金融部分才刚起步 目前就有1000万用户 如果用户继续快速增长 数字金融的成长潜力还非常大 你可以把CE的金融业务 当作几年前刚开始成长的梅卡多 两个地区都是以年轻人为主要族群 所以 他们的数字支付发展的模式很类似 个人认为 如果CE的金融业务继续高速成长 再加上电商与游戏平台的成长 和之前提到的 在拉丁美洲的电商业务的发展势头 所以 就我个人而言 不是梅卡多太贵 就是C太便宜 当然 这里所谓的便宜仅仅相对于同一个赛道中的对手 这种比较只是打个比方 就是非要二选一时做出的选择 个人观点不惜轻拍哦 同样 分析师们对这家公司的股票也赞不绝口 摩根大通将其目标价格从6月底的79美元提高至每股127美元 华尔街知名分析师杰弗 也提升了C的目标价到130美元 根据东南亚目标市场中的高质量人口分布统计 杰弗建议 该公司可以将其博彩和电子商务服务 扩展到该地区的新市场 不过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股票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 仓位管理 以及现金管理 好了 今天股票的部分讲完了 如果觉得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哦 还有贝拉读书笔记上新视频了 显为人知的索马里海盗股票交易所 欢迎大家围观 视频的链接我会放在介绍栏中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行动起来了 今天是周末 视频的最后我们轻松一下 一起来八卦一个话题 最近看了一个统计报告 在美国要拥有多少资产 才可能算作是富人呢 有12%的人认为要想成为富人 家庭净资产要在10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 14%的人认为 家庭净资产在500万至1000万美元以上 才能算作是富人 大概的比率是万分之一 我于是就在想 每晚我的视频的播放量 现在是3万左右 也就是说按概率 其中总有几个土豪观众 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 有点意思了 你每当看视频的同时 总有几个大佬和你看一样的视频 说不定人数更多 从人权来分 股民一般都是普遍小有家财的 有一次看到一篇报道里 讨论什么是财富自由 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愉快地讨论哦 财富自由的初级阶段 就是实现了菜场自由 在菜场 只要愿意买哪种菜 就买那种菜 不看菜的价格 二段 到饭店吃饭 吃饭点餐 不看价格 第三段 旅游自由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此为三段财务自由 为中产阶级的特征 第四段 汽车自由 车款任选 不看车子的价格 五段 学校自由 为孩子只选贵族学校 只看学校的名气 不论学费 六段 看病自由 从不计较医疗费的高低 七段 工作自由 自己愿意选择什么工作 就选择什么工作 没有这个工作 就自己创造出来 第八段 房子自由 想买什么房子 就买什么房子 不计较国家 城市 地段 和房价的高低 第九段 国籍自由 喜欢哪个国家 就入哪个国籍 不计较成本高低 十段 也就是最高段 是什么 得问一下 实现上述 九种自由的土豪们了 哈哈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做个美梦了 好了 最后提醒一句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周末愉快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